空空闲话 师父 现在有很多法师在弘扬人间佛教 什么是人间佛教呢 人间佛教的概念 是命国时候的太徐大师提出来的 后来又经过赵普出局势登任的法样 我怎么觉得人间佛教 已经成为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了 佛光山的星云法师都已经红得发烧了 一会儿给红秀柱授记观音菩萨 一会儿称赞蔡英文是妈祖婆婆 都快九十岁了 还是各种忙 还有呢 很多寺院都进行商业化运作 有传说咱们的禅宗祖庭少林寺要上市呢 简直了 人间佛教真是有人间的疯狂节奏呢 阿弥陀佛 佛法又物称之说 任称 田称 神文称 愿觉称 菩萨称 这叫做物称 其中吼三中叫做除世间发 脚离神傲 必叫难血 任天称叫发 是世间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人称就是持五戒而生于人间 天称就是持十善而生于天上 生文称呢 就是称苦疾灭道而正阿罗汉果 原觉称就是依十二因缘而修得辟之佛果 菩萨称就是行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六度之法 到达究竟灭的佛果彼岸 佛陀准备了物量跋食 你看你 要卖什么票 上那辆车 师父 我可是您的拥顿铁粉 佛陀事业的接班人 当然要行菩萨称了 法院菩萨性很好 可是只知道命想 明白理论远远不够 咬尽的事 要按照佛陀 交给我们的流度发闷休息 才有可能达到无量广 无量寿的必然